作詞・作曲・編曲 初曲 初音ミニ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接下來,在糖類的結構跟質量進度複雜的話 就會來到多糖 然後這地方基本上會有一個各家教科書他的觀點不同 分類的觀點不同 因為東西就是這麼多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基本上是比較是人為的觀點 所以你可能會去看到教科書裡面會用什麼 單糖、雙糖、多糖分成這三種類型 那有一些書是用這種方式 單糖、滑糖然後到多糖 那單糖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我用一個最精簡的原子的組成 那它組合糖的性質 所以無法再切割 你再切割下去它是怎麼是糖 OK,這個就叫單糖 那如果有組合了 基本上就可以叫多 兩個基本上也可以稱為多 只是說對生物的使用上來講 這真的有很特別的一塊是 通常那個各位數單元串連起來的 然後這個範圍 事實上還蠻常見的 所以把它獨立出來 單獨成一個類別 其實也有它的好處在 當然因為雙糖的使用也很普遍 所以有些書是熱微 那你乾脆就是單、雙、多 那有些書是覺得單、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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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數這個法文裡面都會比較好 那再上去的話呢 比較常見的 這個經常性都在二十個三十個單位以上 好,然後多糖當中呢 有幾個會比較常見 這上次的一個體重圍 好,就是三個中奧的組合賽 這就是三次的體重圍 就是第1個 纖維素 然後 好,先同一個 澱粉 植物儲存兩份用的 形式澱粉 整體儲存兩份的形式澱粉 用來做細胞壁的材料 植物用的 好,可以 好 那是糖的這三個 那,他沒有糖到另外兩個 一個是碳居糖 另外一個是幾瀕層 好,好 那所以 再留意一下 我外補充 太居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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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釘子這個部分 先兩個 先兩個 基本上呢 都用在 能量上面 好 它是儲存能量的一種形式 對,我知道 好 馬上馬上能量 好 然後 後面的這三個呢 基本上都是用來 形成 對,我知道 生物品或細胞會痘到 好 然後 然後 再加上這三個 共同的組織 就是 用葡萄糖 穿出來的東西 好 所以 這個地方 我們雖然 切入的觀點 是成分而輕 好 但是它的功能 因為我們畢竟是在生物課堂上 我們是要知道的是說 你這些化合物 到底有在生物的哪一個環境 所以它也許是做 生物品或細胞的材料 也許是消耗品 對不對 所以 像你 上次 開堂 開始第一堂課的時候 就稍微提到 就是說 以你現在來說的話呢 早餐 開始正在消化過程當中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你的 血液的血糖呢 應該如果是追蹤的話 現在就是血糖 會逐步上升的階段 那 血糖的上升問題是 如果你今天早上 都是在教室裡面來喝的話 其實你對於那個能量的這個消耗 這個效率 基本上不用太好 所以血糖過高 基本上就會 把一部分的葡萄糖 血液的葡萄糖 拿來儲存 變儲至乾糖 這樣 所以你到大概 9點到11點這段期間裡面呢 其實會有比較明顯的乾糖的儲存 那大概11點過後呢 革命開始覺得餓了 革命的血糖呢 開始降到一個 相對比較低的門檻之後 那這時候呢 乾糖就會被拿出來分解 重新回到血液當中 來提供那個 血液供應養分的不足 然後讓細胞呢 能夠維持一個 有充足養分的供應的動態 那電盆跟乾糖 基本上 那只是一個不同生物的選擇 一般來說的話 電盆會比較貴到這個食物這邊 那乾糖、水龍等等 這樣子 所以 糖在原則上 我們就到這邊 那幾個常識 那個 三個六炭糖 然後 三個雙糖 還記得嗎 那基本 那真的是常識 因為以後用到的時候 真的就是 直接去強調它在某個地方的環節 葡萄糖 火糖 半乳糖 這三個六炭糖 對不對 然後三個雙糖的成分 熱糖 然後 蔓延糖 跟乳糖 對不對 他們各自用了哪些單糖 這樣 看到 好 所以接下來 糖在後面呢 我們先去談那一個 複雜度非常高的 就是氏蛋白質 蛋白質基本上 你們國中就飛過 好 我要形成蛋白質的時候呢 它是用一個一個的小單位 傳起來的 然後 它的單元組成是什麼 胺基酸 胺基酸 那 一般 蛋白質這個詞啊 它比較適合用在一個場合 好 那 如果說 我們要用一個比較 一般性的角度的話 胺基酸 上次應該有提到 胺基酸的基本上 胺這個字眼 其實是 蛋白質的意思 好 那一般來說 什麼時候用蛋白質的字 什麼時候會用派 然後派類這個字 好 這我們後面 等一下講完的時候 再做一個 簡單的真理這樣 好 所以胺基酸這個字 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比較會在 胜物的領域看得到 好 化學那個領域的話 有時候他們比較不會 用這個字 好 好 所以接下來 那它的組成單元生和基酸 然後 大約 生物體常用的這個胺基酸的 差不多是在二十種左右 那我們去看這個字 胺基酸 還記得上次提到那個糖類 糖類的話 通常它的 碳上面的特性是 碳會帶有 OH 對不對 我寫一個稱呼 OH 在有計畫物出現的話 我們幫忙把這個地方 這個OH 的組成 叫做什麼計 如果是像 C HO 就叫做 就叫做 圓基 我們再讓它談 生物身上的化學會比較麻煩 因為生物用的是有機物 那有機物上面常常會有那種 什麼計 就是它的某一個角落 然後呢 它出現的原子的排列組呢 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 好 所以放到這個特殊的部位 原子團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什麼什麼計 好 這個機器基本上呢 其實不完全不必的 好 這是有機滑雪上面 你們將來應該 2.7吧 應該會有 很多可以背的地方 那 所以 零食上的 拆解 安基酸 你就可以先這樣子來拆 安基 好 然後 酸 可是這個酸呢 它是有機物的酸 無機物的酸 你們也學過 這塊硫酸 有沒有 硫酸 硫化型 對不對 碳酸 零酸等等 那些是無機物的酸 那有機物的酸 一般來說的話 也有一個 寬恒心 可以凸顯出 它是有機物的酸 好 然後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把 氨基酸 你看喔 氨基酸20種 我們另外用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有20種化合物 都可以叫氨基酸 那個是什麼 另外的講法 是講法 氨基酸有20種 可以把電腦錄完臉 就是 有20種的化合物 都可以叫氨基酸 那個是什麼 這20種化合物 一定在某種程度上 有它的 基本特質 可以理解嗎 所以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氨基酸 抓出它的基本的組成 因為它是有機化合物 所以呢 碳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我們把20種氨基酸當中 最中間那個部分的碳 抓出來之後 那上次有提到 它應該起碼有4個結論的這個位置 好 然後從第一個開始 氨基酸什麼樣子呢 不要用這個氨 這個化學式怎麼剪 不要用這個氨 這個化學式怎麼剪 先彈 這樣算剛剛好 對不對 好 可是如果我們希望它能夠 額外接上別的東西的話 彈一下 那時候順便可以空出一個位置 蛋 接上個氨 好 算剛好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再額外接出東西的話 可以砍掉一個 砍掉一個 你就多一個可以接出去的地方 接在哪裡呢 砍掉一個氨之後 我們讓那個蛋 去接 碳 然後呢 這個蛋就會只剩下兩個氨 可是你從這個蛋的角度來說 它是總共能接三個公斤 接著 這個就是氨基 好 再來解決酸的部分 有氨基的酸呢 常常會帶有這樣的特質 C O O H 好 你們以前應該有背過一個 分子 叫做 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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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 好 所以 現在 這一個 接在這個地方 所以 啊 所以這個也會有個名字 它叫做 搜機 可能 那邊 你看 然後 所以 這個搜機 那基本上代表的是酸的性質 那這是胺基 所以20種胺基酸 20種胺基酸當中 如果你去抓這個地方是核心碳原子 你把20種胺基酸那個 最中間那個碳原子抓出來之後呢 那所有的胺基酸 它一手抓著胺基 另外一手抓著鎖基 可是接下來是提案的 可是我們只需要20種 你知道嗎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困難 我要編化出20種 只要用核心碳原子 我只要用核心碳原子的其中一個結合位置 這邊就可以產生20種變化 所以不用太多 它有四隻手 兩隻手固定 至少目前來說 兩隻手固定的情況之下 我只要用另外一個地方 這邊出去之後 我產生20種變化 我那個時候就有20種胺基酸 這樣很好 好 這個延伸出去的地方 通常我們會把它叫做側鏈 就是形容它是一個額外分支出去的地方 那20種胺基酸的關鍵變化就落在這裡 OK 那如果我只要一隻手 就可以產生20種變化 那我這樣吃一台多一隻手 你看看 那所以這地方幹嘛 就隨便一下就可以了 怎樣隨便一下 把它補滿就好了 你看所以20種胺基酸裡面的基本滑雪組成 然後氫不用去特別去強調什麼 然後氫基本上是填補空會有的 然後所以從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20種胺基酸共同的特質 就會去氫基跟氫基 氫基酸 這樣子上面是怎樣 所以要產生20種變化不難 你要產生更多的變化也可以 反正沒有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而如果你要一隻手放兩個地方 也不是不行這樣 所以這是氫基酸的基本出場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20種氫基酸大致上都長這個樣子 這個小細節我們目前去看它的變化的話 你現在要用這樣的材料去做出蛋白質 對不對 那所謂的蛋白質的單元是氫基酸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用一個想像的方式 就是說假設有一個氫基酸它是圓的 好 那我想要產生不同的蛋白質 那我可以去接另外一個三角形的氫基酸 好 也許等一下再出現一個圓的好了 好 然後之後換一個方的 然後再換一個不同種類的氫基酸 然後再換一個不同種類的氫基酸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樣叫做組成單元的意思 OK 蛋白質基本上呢 跟變成干腸纖維素這些 通通都是屬於相同的 你拿這個出來看 拿這一堆 拿這一堆出來看 它們通通都是 天然聚合物 因為以前好像有透過一個聚合的東西 就是 酸跟酸 反應編織 有多些呢 用這個都溜酸 有沒有 好 這樣那個一個聚合反應 我們現在談的其實也是一個聚合反應 當你要用很多個葡萄糖形成變合的時候 這個是葡萄糖的聚合 可以產生的可能是電腹 第二股是幹糖 我現在呢 要用氨基酸形成蛋白質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聚合的過程 對不對 好 所以以蛋白質來說的話 你大約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其實是很多個氨基酸 算起來的 好 那差別在哪裡 差別是很明顯的 你看喔 我今天要做電腹或幹糖 我是要選什麼材料 我只要葡萄糖一種 好 然後呢 差別是 我今天電腹要做的很大 做的很小 純粹只是葡萄糖的數目的多少 OK嗎 可是 等到做蛋白質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個困擾了 因為我現在總共有20種可以選 記得嗎 所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想的話 假設有一個蛋白質 它總共需要用到100個氨基酸 對不對 如果公平一點的話 每一種氨基酸 可能要用到5次 想像一下 好 那所以這5次是什麼 比如說 如果把20種氨基酸開始編號 對不對 從第一種編號到第二種 那我現在是要 我們再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去想 我現在是要1號1號1號別接5次 然後接下來再開始接2號 然後再依序下去 還是1、2、3、4、5、1、2、3、4、5 這樣子 然後等下下一段的時候 6、7、8、90、6、7、8、90 那還是要1到20串起來 然後再1到20再一次這樣子 然後重複5次 對不對 所以你們想到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原來當氨基酸要形成蛋白質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複有變化的一個事實 就是它可以產生不同的排列組合 好 那在排列組合之前 那我們先去解決這個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氨基酸跟氨基酸之間怎麼接 好 然後怎麼接呢 如果我們把氨基酸再畫得更細一點的話 核心碳原子 某一個氨基酸的 然後呢 碳延伸出去的側鏈 為了表示它的不同 他們的不同 所以我們用保環來當作代號 這邊呢 氨基 寫得比較詳細的話 它會是這個樣子 爛 我們共接三個原子 扣除掉兩個星 它會去跟核心碳原子相接 然後COOH的部分的話 它的結構是這樣子 所以你去算這個碳也是一樣 它總共有四隻手 一隻手 三隻手 四隻手 OK 它跟其中一個氨 會形成爽間接的結合 好 這是細節 好 因為我們就是要交代一下 氨基酸之間到底要怎麼接 我們才能夠去看那個問題 排列組合的問題 好 然後現在呢 假設我手上呢 有兩個氨基酸 我希望呢 先把它們串連起來 好 化腦度只是表示 它是兩個不同的氨基酸 它的種類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很明顯齁 好 那我現在就是有兩個 當外的氨基酸分子 我希望把它們接起來 那因為接起來的時候 像剛剛講的氨基的部分 當初那個氨 起敵了氨 對不對 它想要化到那個碳的上面去 它總是要有相當程度的犧牲 所以這兩個氨基酸 如果你希望它們接起來的話 它們各自也要有所犧牲 好 所以怎麼犧牲呢 如果我這個地方把它削掉 然後這個地方再削一刀 好 所以對於第一個氨基酸來說的話 它可以去犧牲它的縮肌 一次砍掉OH這個槍肌的部分 對於下一個氨基酸來說的話呢 它可以再把氨基再多砍一個清 這塊消耗 好 就這樣想 可犧牲 那這樣的犧牲就可以換來 等一下 我就可以利用誰接誰 我就可以利用前一個氨基酸 縮肌的碳 這個地方 對不對 去接上下一個氨基酸 氨基的碳 這邊 好 所以如果反應完成之後呢 我就會去得到這邊 CO 接上下一個氨基酸 N 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新的滑雪件 其他通通都不變 所以把它補齊 補齊 看 看到沒 這樣是不是結起來了 加這兩個喔 加這兩個 所以如果說我現在的 所以我現在還需要繼續接下去怎麼辦 從哪裡開始 這一個是邊號1號 這個是邊號2號 如果你要再接第三個的話 請在這個地方繼續 所以到時候會犧牲哪邊 你就要去砍掉 第二個氨基酸的 縮基的OH 拿第三個過來之後 去砍掉他氨基的一個氫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就可以再接上第三個 再接上第四個 這樣 看到沒有 好 就化學反應的平衡來說 如果是反應就接著走 對不對 上面兩個是反應度 下面是纏度 纏度少的時候就接著 我會想要一下 比米尚 持久的 確實在前面 有些不明的 下汁 這裡 後面的地點 你會有什麼 就是想要的 如果你會想要的 那些嘈唐 你會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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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要的 你會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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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被我們切掉的這一個部份 這一個地方的犧牲 化學反應不外乎是原子的重心排練組合 對不對 所以那邊的東西被拿走之後 湊一湊剛好可以湊出水 所以每當 算清楚喔 這個有點數字講的問題喔 每當兩個氨基酸結合的時候 除了氨基酸之間被串起來之外 就會產生一個水分子 我今天如果真的再接上第三個氨基酸呢 可以預測 那二跟三要結合 我是不是又可以多產生一個水分子 再接上第四個氨基酸 是不是又可以再累積一個額外的水分子 對不對 所以假設有一個蛋白質 然後它總共需要用到一百個氨基酸 請問我把這一百個氨基酸順利串起來之後 總共可以得到這個過程當中 總共可以得到多少個選擇 這個99個嗎 因為兩兩結合之間 那個地方才會有 新的結合以及水分子的產生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呢 一百個氨基酸要形成蛋白質的時候 總共要有產生99個氨的連線 對不對 要產生99個氨的化學件的結合 對不對 而這個時候產生的水分子的樹木 剛好也就是那個 由產生化學件的那個樹木 一樣也是這樣的 好 所以先解決接的方法 好 那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下 這個 新的 由碳 我把它把它畫出來 這個由碳跟氮所形成的 新的結合關係 勢必 會在下一個 有氨基酸進來的地方 這邊是不是又會出現一次 然後到時候又有另外一個氨基酸的時候 是不是又會再出現一次 所以在整個氨基酸上面 抱歉 在整個蛋白質上面 它是會反復出現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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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的結合 碳基本上是非金屬、蛋、非金屬、非金屬跟非金屬之間 這個化學件在化學上面它是屬於什麼 它是屬於共架件 是我上次有提到的 你出一個電子、我出一個電子 從此之後我們共享這一對電子 這樣的方式都是共架件 OK嗎 可是因為這個共架件在蛋白質裡面 這個共架件實在是具有非常有序的 反復出現的特質 所以因此有些書會把它稱之為 代件 你們記不起來 好 應該要記好 好 所以其實代件是去形容 那個蛋白質的內部 那個反復出現的碳、碳、碳、工匠件 所以钛鉴指的是公价鉴 蛋白之内很有特色的这个 当初由胺基酸之间结合所形成的那个公价鉴 OK 我故意讲 这边有没有很难接受的 有没有咱们听不懂的 所以再回到刚刚讲的 我今天可以把20种胺基酸开始编号 编号1号到20号 假设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今天这个法腕 如果是相同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编号1号再去连1号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1号接2号 1号接3号 1号接20号 编号过来也可以 对不对 好 所以下一个就是这个问题了 对 对 当我要做出蛋白质的时候 我第一个最大的麻烦是 我到底需要用到20种胺基酸哪几种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都会用上 这20种胺基酸 讲一下 好 既然20种不用全部用上 那我就有选择的问题了 好 所以每一个蛋白质 当我们在分析它的组成的时候 你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观点来看 它到底用了哪些胺基酸 对不对 假设它不是20种都用得上 好 然后 所以 再来 蛋白质的大小 落差非常的大 因为有一些蛋白质用了三四四个胺基酸 就做完了 有一些蛋白质可以用到上百个胺基酸才做完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这个规模 是不是变化就很大 所以 第二个问题是在于 你到底要用多少种胺 多少个 胺基酸 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数字上的落差 对不对 我就假设有一个蛋白质呢 它用了20种胺基酸 问题是我做这个蛋白质 总共需要用到100个胺基酸 所以 难道每一个胺基酸都刚好取母的吗 不需要 直接讲 真的是不需要 所以 我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我现在呢 想要用三个胺基酸 去做另一个蛋白质 没有 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光利用这样子 就可以产生 如果 我刚好是拿编号前三号的胺基酸的话 我今天可以试用123的解法 好 如果您刚刚有看懂的话 请问123跟321 也不一样 我就是用编号1号2号3号 这个形成之后的蛋白质相不相同 好 那为什么不相同 因为1号胺基酸 这边会留下什么 这边会留下胺基 3的那一头 是不是会留下胺基 然后321的解法里面呢 321的解法 如果3是第一个 2是第二个接进来的话 那么3 这边是不是就会留下胺基 1的那一头 是不是就会留下胺基 对 也才可以产生其他的变化 我今天可不可以 1 3 2接 6不同 所以我光是用3个胺基酸 我就可以产生6种材料组合 对不对 所以你想 我只要有一个蛋白质 用20种胺基酸 就算有重复 那也只是组合变少而已 好 再可以去想一下 我们身体内 应该说 生物体内 蛋白质的种类 可以有多多 那也只是组合变少而已 所以如果他想说 各种有机物当中 谁的种类最多 那第一名 应该就是他 因为接下来 第三个层次的变化 会展现在哪里 胺基酸 它可以有很丰富的 排列组合 这个吗 那怕你分析完之后 假设你去把这个胺基酸 把它拆开 然后去做成分分析 你会发现呢 有两个蛋白质 它的用的胺基酸 都会相同 使用的各种胺基酸的数量 也相同 种数量 个别数量都相同 你还是无法肯定 这两个蛋白质 会不会真的是完全相同 听到吗 因为他还有第三招 排列组合的问题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排列组合 可以有这么多 所以当一个生物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做出口腔的 破液淀粉酶 它是蛋白质 那胃的时候呢 胃需要去做一个 胃蛋白酶 你以前背过吗 对不对 所以口腔破液淀粉酶 可以用来分解 淀粉 多糖 胃的胃蛋白酶 可以用来分解 蛋白质 通通都是酵素 但是呢 一个应付糖类 一个应付蛋白酶 对不对 所以 看起来 好处是说 因为我排列组合多了 所以当我需要不同的工具 我就应该很容易 可以做出不同的工具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这些工具 到底 谁负责指导 它们如何参照 谁知道它们如何参照 有没有听过一个 停词 讲西 所以所有生物身上的蛋白質都不是被憑空捏造出來的 每一種生物之所以會做出某一個蛋白質一定是對它有重要的意義 也許是像酵素這種工具對不對 也許是肌肉細胞裡面能夠產生收縮現象的蛋白質 有沒有 還有一個你們以前也學過 細胞某上面是不是會有協助運輸的蛋白質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細胞需要的工具很多 而最適合觀念這個角色的就是蛋白質 實際上都提到了 這麼複雜的一件事情 細胞到底怎麼完成到 在生物來說 DNA上面帶有基因密碼 你可以講到DNA上面有一段一段的訊息 那是基因 所以呢 那些基因到底在幹嘛呢 那些基因就是用來食導 你把DNA裡面 DNA裡面的訊成把它想像成呢 它是蛋白質的設計圖 所以每個人身上你的細胞盒裡面呢 會儲藏的非常多的設計圖 然後用來製造你身上不同地方所需要的這些蛋白質 你看看 好 那設計圖可不可以用 就像我今天去設計一張桌子 我先畫一張草圖 對不對 我這樣草圖到 不管畫的再怎麼好 它終究不會是我可以使用的桌子 所以除非你把這個設計圖 用四張的材料 然後做出真正的成品 這是不是才是一個真實可用的物理 你聽懂嗎 所以蛋白質就是 好 那兩個用兩個階段 多態或者叫蛋白質 差別的現在在補妝裡 所以蛋白質基本上 它就是你把那個設計圖 好好的付出實現 然後做出一個動機 所以它是一個基因 表現出來的產物 OK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先補充一下 因為後面還是會提到 DNA這個藍圖 基本上呢 在用出來的時候呢 通常 那個你把DNA想像成是原版的設計圖 那這個設計圖呢 我們怕它用壞了 所以通常呢 會先引印一份COPY的 然後再拿那個COPY的版本去做 反正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拿那個複製品的藍圖 去做出我要的產品 這樣 所以它還會再過一首 這首ONA OK 這個就是基因使用出來的 基本程序 好 地球上的生物 都從這個流程 好 它們把設計圖 放在DNA身上 好 到吃到蛋白質之前呢 需要暫時轉一手 所以ONA代表的是 那一個中間協助的角色 好 那所以接下來 這個詞跟這個詞 要先讓你熟悉一下 因為將來還是會用到 什麼時候要多看 什麼時候要多看 一般來說 當你把氨基酸 以正確的順序串起來之後 這個時候 你最好只把它叫做多看 OK 所以如果我把氨基酸串起來之後 它會是什麼 那這個組織 我把氨基酸串起來之後 如果我們看細節 它大致上就是一條線 這樣喔 好 問題是 如果它只是一條線 所以不管我們去變化裡面的 氨基酸的組成數量 就是可能只是一條很長的線 跟很短的線 對不對 然後呢 某些地方可能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問題是終究 它還只是一條線 這種東西怎麼可能變成是 細胞裡面使用最廣泛的成分 好 因為你今天 如果要在細胞膜上面 做一個運輸的管道 那它會再給你做一個管子給我 可以想像嗎 好 我今天要催化化學反應 催化化學反應 有可能是像這樣子 好 我今天呢 想要讓葡萄糖分解 所以我要去做一個蛋白質 它剛剛好可以抓住的這個葡萄糖 所以這些工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們需要不同造型的工具 好 所以蛋白質裡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造型 就是那樣子 提供你看看 這只是比較有規則的 這個做法超簡單 線拿來 然後呢 就開始套捲捲 再夠簡單看好 從線到造完之後 差別在哪裡 線條 是二維 繞起來 這邊三度空間的物體 它就有一個特殊造型 它就有一個特殊造型 好 折耳蛋白質 它通常會需要經過這道手續 就是 從 只是一個線條 到 做出它的 真正可以動作的形狀 所以 一般來說 等到它的形狀正確出現的時候 才比較適合用上這個詞 在它才剛剛做完 做完 那個基本的組成傳起來的時候 最好是叫做多胎 所以多胎到蛋白質還差一步 如果你現在很難接受這個事實 也沒關係 你還是用蛋白質的存物給你 沒問題 但是一到高二高三的時候 你還是要接受這個字 所以先把這個字讓你製造一下 好 這段有點困難的 有沒有問題 所以 你身上 沒有一個蛋白質 是無意義的 一定是因為 你有那個蛋白質的基因 你才會去製造這個蛋白質 聽懂嗎 最明明以前有學過生物科技的概念 你還記得嗎 基因改造生物 為什麼要叫做改造 為什麼要改造這個字眼 對於一隻細菌來說 它需不需要 胰島素這個成分 細菌應該不需要調節血糖吧 對齁 胰島素是我們身上的 類分泌的一個成分 對不對 然後它可以調節血糖 它是調節血糖的關鍵成分之一 不是全部 對不對 對一個細菌來講 它應該不需要去調節血糖 對不對 所以那也就是說 細菌會不會擁有 胰島素的基因 沒有 所以如果你現在 把人類的胰島素基因 強迫接到細菌的 尼安類上面 這樣叫什麼 在細菌的三十幾億年代的 研化歷史裡面 從來沒有胰島素這個基因的需求 所以它就沒有 所以現在是強迫 用人為的方式 把胰島素的基因接進去 聽懂嗎 這個就叫改造 可以理解嗎 好 這個是所謂的遺傳工程的技術 當然這樣的技術 其實這個已經算是比較簡單了 以後的遺傳工程的技術 會更夢幻一點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些微生物 把當作是連假老公 幫我們大量製造 所以你去想像一個很夢幻的 打疫苗的時候 最麻煩的問題是什麼 那接種疫苗是不是先來一針 對不對 如果以後那個疫苗裡面的成分 它恰恰好是蛋白質 那麼把那個疫苗的 那個蛋白質的基因 先接到哪裡去 比如說我們把它接到香蕉上面去 對不對 從此以後呢 那個接種疫苗 很有可能就變成是另外一番景象 就是拿一個針 每一個人來打一下 而是每個人發一針香蕉 來心理馬上把那個香蕉撕下去 在疫苗接種完成這樣子 或者是接到那個鈕上面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發一杯特殊牛奶 所以你把牛奶倒下去 這樣叫做疫苗接種 謝謝 可以想像它的顯利嗎 好 這樣風寬一點點了 好啦 直接接到蛋白質 其他人再談個繼續 再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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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